Hello 大家好 我是Kerry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今天跟大家分享另一個在西區的樓盤 溫哥華西區Cambie Corridor 這次不是對Golf Cross 這次是靠近乎QE Park的一個樓盤 它的名字叫Lina 我們現在看到的這一條就是Cambie 這一個建築就是我們今天會講解的樓盤 其實它可以說是QE Park附近 基本上是最後一個可以把它改建成六層高的建築 為什麼這樣說呢 大家看到附近 QE Park附近一直完善下去 都已經建好幾個新的建築 連旁邊這個白色的都已經賣了 是Voice 基本上賣光了 現在我們就Lina Lina就是由三間獨立屋的Lock組成 另外她的旁邊還有幾間獨立屋 她也有resone的opportunity 但是據我所知 她們暫時拒絕出售 可能要等多一段時間 所以暫時在Cambie Corridor的發展 來到QE Park的話 這個位置也叫做靚位 向東邊看過去也會有很多樹、球場等等 這個是向東的方向 這邊是Brand Wood 然後這個向北就是雪山 然後向西邊就看對面馬路的建築 和遠一點的景 我們現在看看圖片 這一條就是Cambie Cambie這邊向北是Downhand的 我們的樓盤的位置就在QE Park 這裏僅靠著公園 最近的Sky Train 站是向南 走大約10分鐘不到的距離 你就可以搭Sky Train 這個站是Oakridge Oakridge應該都很出名 大家都了解到 整個Oakridge Mall 其實基本上大部分都清拆 重建 也有十幾個天程運作 起很多的high rise 未來這邊都會是一個很高端 很密集 而且有很多生活配套 商業等等的重鎮 所以我們這麼近的話 無論是投資回報 將來的日流等等都會帶動 然後再向西邊 大家看到除了QE Park 本身有很多公園 還有後面的Hill Crest 的community center 有很多球場、泳池等等之外 向左邊這邊西邊 Eric Hamber 學校 一個block就到 又是十多分鐘的walking distance 開車幾分鐘到 這邊就是植物園 這些都是溫哥華西區的 再過去12分鐘開車 就到UBC 向北邊 如果你搭Skytrain 又或者可以開車 上到去向北邊開的話 12分鐘左右都可以去到Downtown 而向南邊去Richmond 機場的話 就長一點 可能15、6分鐘就到了 現在就看看Lina的 示範廚房和洗手間 發展商做了這些東西 給我們看一看 它的配色、設計 以及它的材料 大家可以來感受一下 首先第一個特色 就是它會有廚櫃的包邊 所以在廚房位置 都會這樣跨了一圈 這個不是每一個樓盤都有 比較獨特的設計 然後它的廚櫃 都是做到頂上的 有很多空間 下面的櫃底有LED燈 這一條金屬形狀的Display 都會包在上面 讓大家可以放些東西 它整套的廚櫃 包括櫃桶 都是德國製造的 然後廚房電器組合是MIRROR 抽油煙機是MIRROR 爐頭 Gas 5個爐頭 30吋的都是MIRROR 下面的焗爐都是MIRROR 如果一房單位 就會是小一點24吋的 兩房三房Penthouse 都會是30吋的 這些全部都是不同的處物空間 可以讓大家看看 全部都做到頂上 說回台面的設計 現在是木色的設計 加上白白灰灰的Countertop 這隻Quartz是Cecer Stone 是Quartz的等級 是比較高級的石材 而且它有做到Waterfall 所以這邊有包邊 左邊那邊都有包邊 整個Island看上去就會更高級 這一個Island坐到兩個人 大家會看到裏面 再做了一層木條設計來做搭配 裏面這一塊都是Cecer Stone 所以其實單單是這個Island的用料 已經會比其他我們看到的 很多樓盤都再高檔一點 而且比較貴一點 簡單來說 然後我們就看看雪櫃 雪櫃的品牌都是MIRROR 除了微波爐之外 雪櫃組合 其他電器都是MIRROR 這個是30吋的尺寸 有櫃桶和冰櫃 上面都有處民空間 這邊跟Island一樣 Cecer Stone Dive Splash都是Cecer Stone 全快過的 洗碗貼機都是MIRROR組合 然後這裡打開下面就是儲物空間 這裡有一個轉角位的櫃 可以拉出來給大家看看 我們之前也見過這隻拉出來的盤 下面還有兩條支撐方面 是比較好一點的 這裡有一條 裡面還有一條 它有兩層的拉架 這邊它基本上近盤空間 全部都是做了大格小格的櫃桶 來到這邊都是一些廚櫃空間 大家看到它的德國牌子的Logo在這裡 它的櫃桶的組成是一世兩大 然後來到Island這邊的儲物空間 就是這個微波爐 下面有個大格的櫃桶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特色 就是拉出來的垃圾桶 分了兩格 可以放回儲物或廚餘等等 這個樓盤採用的是Engineer Hardwood 我們這邊看到它的顏色 都是比較淺木色的地板 比廚櫃的顏色淺一度 我們現在看看Lena的洗手間設計 現在是淺色系 其中一個特點就是整個洗手間所有的牆壁都是鋪了磚 它這隻磚是用意大利磚 設計方面感覺上是像石 不是太傳統的特色 它大部份的磚都是16x32吋的尺寸 當然有些位置就比較小 還有一個特色就是它有Niche 方便擺東西 整個Niche都是由砌磚砌成的 然後它有Ring Hat 然後它也可以擺下來的花灑頭 還有可以調校高度 然後底座也是鋪了磚 還有一個直條形的Drain 比較美觀的大家可以看看 我們出來之後就看看洗手盆的空間 還有上面的壁櫃 它的壁櫃其實都很厚實 我打開的話感覺很重 裡面打開也有做了木紋的包邊 感覺都很大 而且做到頂部 儲物空間也比較多 每一塊木都相對比較厚 可以調校高度 兩道Medicine cabinet的門 中間可以是Display 下面的櫃底有燈 整個櫃跟廚房一樣 都有Wrap around 然後它用了金銅式的水龍頭 這個水龍頭跟我們看到很多 是兩邊分開冷熱水 這一隻就是你hold這個handle 就可以調冷熱水 我覺得比較方便 然後這個就是整塊的櫃櫃 然後這裡也鋪了玻璃 三格小櫃桶 然後這兩個是假的 其實是洗手盆空間 下面這裡就做了兩格櫃桶 櫃桶裡面還有櫃桶 這邊也是 下面就是地磚 這裡是座廁 毛巾位在這裡 如果大家是買Panhouse unit的話 所有的洗手間都會有包了NUHIT地暖 現在跟大家分享一下LINA的建築模特兒 我們現在在看方向的話 後面就是北邊 這一條就是Camby QE Park在東邊那裡 Camby旁邊西邊還有其他建築 南邊就是獨立屋 北邊就是Voyce的建築 我們看看這個建築模特兒 和Ground Floor都是做了10呎樓底 特別高的 其他2、3、4樓就是9呎樓底 大部分的玻璃 Tran sliding door都是落地玻璃 所以這個屋子的採光應該是不錯的 然後我們就看看 Entrance的話 就是對Camby這裡 這個建築其實都已經在開賣了 據我所知 大部分的一房單位都賣光了 尤其是對Park那些 最後這裡有一個很漂亮的特色單位 都被我的Client潛領搶了 價位就大概是9萬不到少許的 一房就基本都是這樣的 所以我們今天會重點介紹 兩房三房和Pan House的項目 好了 我們講一講不同的兩房三房 首先因為很多職 和各職的價錢都會有不同 很難說全部都講完 我選擇了相比 兩房單位 就是在這個同一個項目的 樓下五樓的和六樓 其實他們的室內面積是很相似的 差幾十尺 一個是Pan House 還有Roof Deck 然後下面這個就是沒有Pan House 但是有大一點的露台 其實這兩個的價位是相差10萬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樓上的很大 跟大家分享一下 和看看面積 剛才我說的10Pan House 這個 506大家可以看看 就是這個單位的室內面積 766呎兩房單位 有一個長露台 這些是最方正的 門口進來有個Flex 然後就是客飯廳 廚房空間 兩邊房主人房在這裡 然後另外有客房 洗手間在客房旁邊就好像兩個套房一樣 很標準的職位 價位是145萬不到的 那就是504 這個價錢是包了兩個車位 樓上的604的職位有少少不同 因為它要犧牲多一條樓梯 上去Roof Deck 所以它的洗手間就對著門口 它也沒有了Flex 但是也是很標準的兩房4Pan 這個單位比剛才貴10萬左右 155萬都是兩個Parking 但是你會有一個私家露台 我覺得這兩個挺有趣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另外如果有些朋友是喜歡 可以向着QE Park 看公園的話 我們又可以過來看看這隻職位 Panthouse Unit 601就是這一 它是有一個自己的露台 以及也可以上樓梯 有一個自己的私家空中花園 這個單位的話 185萬不到 都是包了兩個車位 室內面積917呎 門口進來廚房 飯廳 客廳 兩邊房間 有walk-in closet 有洗手間 然後上面還有一個roof deck 這個601 然後還有一個townhouse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我知道很多朋友都問townhouse 大部分的townhouse在溫哥華 如果是獨立屋苑的話 都會是木結構的 這個townhouse的特色是水泥結構 其實它是坐落在整個建築底的兩層 這四個都是townhouse unit 我選了一個最特別的和大家分享 108號單位 就是這個 它的價位是170萬不到 又是包了兩個車位 兩房的townhouse 還有flex和釘 1146呎的室內面積 後面行人路進來 有自己的patio 即是這個地區 有棵樹 然後可以再進入 有個釘在下面 釘還有窗 可以看自己的patio 然後這裡是客廳 廚房空間 有closet space 然後這扇門 就是進入建築 上到二樓就是兩間房 兩間房都是對後面的street view 然後這邊也有洗手間 walk-in closet等等 這個樑房單house的價位 是170萬左右 這個樓盤預計在2024年的年尾 會完成 現在管理費是五毫五一呎 管理費裡面會包了冷暖氣 包了熱水的使用 也會包了gardening 冬天掃雪等等 沒有concierge 建築裡面也沒有太多回所設施 都是以簡約為主 我已經把所有貨品放在我的網頁上 carriequite.com slash lina 大家可以看到所有的職 然後showroom裡面的相片 這個video 以及其他的details 例如deposit structure等等